在2014你看才不到9000架 那慢慢有很多mobile的東西也會應用到飛機上等等 那可能有些人有做過那個雙層的嘛 好 你問這樣 所以發了幾人 40幾人 很恐怖 還想那麼久 看起來蠻高科技的高精密 但是怎麼步調那麼棒 因為在空中 非常非常非常 三個非常 注重安全 車子在旁邊拋牢 沒關係 打個變化 自己換個輪胎 以前打開自己說 飛機不行啊 一秒鐘都不行 一秒鐘就下來了 那事關咯 幾百條人病 所以我們的引頸都不一樣 好 那我想這一部分 各位可以看 看得大嗎 您看得大 坐得大的飛機 但事實上有很多新的都還在持續在發展 你看 有些東西是還沒有 但是這是未來的 好 我們就要看它這裡就好了 所以大約是四耶 一萬 一萬叫 所以特別像比如說 金融飛機 我們以前在做性能提升 那時候我們很多剛進來的人 青人都說 蛤 怎麼飛機上的那個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那個 電子的控制的東西 它怎麼那個CPU還是380 很難想像說 怎麼可能 因為那個都是在經過很長時間的 穩定性很重要 不像我們一般工業店 或是PC上的 反正你出問題 就換個寬態就好了 對不對 對不起 不行 所以每次任何一個東西的 我們都花很長時間去驗證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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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穩定度要百分之百 所以這年輕人來說 怎麼那麼老舊 這個不是人家現在都已經 沒有人聽過 什麼386 聽到至少都586 好 這個大概是我要說明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看到它的趨勢 跟我們來看的是它的效力的星球 在靈魂科技未來20年 它的星球量大概有5.3到6.1張 那波音的孤是比較樂觀的 Airbus是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事實上以現在來講 Airbus的話它量更大 為什麼 國際間就這點大 所以737的關係 所以它737 它737機種是蠻暢銷的機種 但737Mats出了問題 就影響到它的737 那所以它量就大 那我們派遣工數比較好 對不對 我們這個都是我們的客戶 兩邊都壓 所以這邊少了這邊多 這邊少了這邊多 因為它每年在華國巴黎航展 兩家公司都會報告說 他們在今年接了多少訂單 什麼5000架訂單 Firm的就是確認的 還有一個叫Plan的 兩家都會比 今年是它多一點 明年它 明年它多一點 今年和它少一點 但是我們兩邊都壓 所以我們基本上比較不受影響 但是如果你都只壓一價 也就有比較大問題 好 那以這個來講的 那算起來的價值 大概需要 未來20年需要4萬價左右 未來20年需要4萬價 那所以10年要做幾萬 4萬價給我們分它兩家公司 一家大概2萬價 20年要2萬價 所以10年要做1萬價 以前1萬價要做44人對不對 所以看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 以前1萬價要花40幾人 現在1萬價要10人就要做完 不然都更狂 那引擎頭會要求的效率要更高 因為一架飛機不只一個引擎 等等 那它有很多備用 我們高轎機 軍國號戰機的我們那時候發展 將近10雷 我從一進去就搭飛機 因為要地面測試 搭飛行測試 飛行測試之後 要做了很多很多的測試之後 才能真正交給軍方去使用 但是我們高轎機幾人 兩年 我們機的單子 裝不裝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這兩年半就出場 所以三倍 那這個不只是說 我們那些技術能量提升 更重要的是很多科技 很多科技 半 半很多科技 所以我還蠻不錯 有生之年還可以做兩個機型 可能有第三個機型 那這個就是 所以這是我們9、11、14號 這個高轎機出場 那我們今年六位演會首飛 飛機飛上天的話 這之間的是一個蠻大的 另外一個技術挑戰 跟鄭老師一樣 系統要上線是一個挑戰 技術可行到技術可行 到技術好用 所以一個一個都是 所以我們都常常講 你講半天 我們公司內部有這個開會的時候 你講到人家技術可行 它可用有問題 到好用 又差一點 又差 又一個努力 所以在韓太來講的 他的挑戰在於是有幾個部分 這現在都是國際的一個進展 更重要 像很多東西 應用新的一些材料 像負荷材料還有熱壽性等等 這些東西都會不斷的 新的科技產生 然後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講求成本 但是在韓太品質是 永遠是第一 沒有品質就像737max 他可能講究 那飛機 各位如果上網可能去看 737max 他可能停一下就在停車場 所以品質永遠是我們 放在心中第一位 然後才能去講求效力跟上半 那在這個之下的 我們就需要去做轉型 所有的轉型 最重要就是 為了這個國際競爭力 那所以我在3年前 我被賦予 那就是基信處長 被賦予來推動智慧智障 那鎖定的那時候 規劃就三個主宗 就是我賦 各位來講 你要去推 聽到剛剛講公約四倍 那你要怎麼去推動 公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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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去推動 那怎麼去溝通 好 推動中間還有一個溝通 所以我那時候就設定三個 一個叫人跟公司裡面 還有任何一個工作人員都有 有軟實力 有硬實力 硬實力就有你的機台設備 工具這等等 所以就來推動智慧化機台 這樣大家要清楚 喔 我要把硬實力提升 讓這些機台這些設備更智慧化 讓軟實力 我們的作業流程 我們的資產 我們的作業程序 SOP等等 這就智慧製造 就智慧化製造 在製造的流程 他們都智慧化 第三個部分事件 你在看這很重要 人的管理也要提升 怎麼讓你的管理更智慧化 所以是智慧管理 就以這樣三個主軸 那無非就是要去協力公司做賺錢 好 所以我們計這樣的三個主軸 這三個是我們要推動的 這是行動動電 那這三個是我們的目標品質 一定要零切線 效率能提升 最重要成本要有精神力 所以我們做了蠻多的一些相關系統 那時候 我們既然推智慧嘛 所以我那時候想的 叫intelligent 我就把AIDC加個I 叫I AIDC 剛才就有一位 他可能很有 sense 聽到我講I AIDC 他就笑了 對 沒錯 那個I是智慧的意思嗎 智慧和想的意思嗎 然後I中文有一個愛的意思 當我在推 我們要推工業四點 我們要推智慧和想 要推愛 AIDC 愛和想 有誰會反對 沒有人敢反對 推到每個部門 推到每個地方 我說協助你 把G牌更智慧化 把你的座位更智慧化 你愛不愛 AIDC 他說愛 對 那就是我 OK好 所以我們公司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懶懶散口就知道 然後有外賓 他就要安排說 執行書幫忙介紹 現在誰幫忙 要幫忙介紹I AIDC 好 那我們 經濟部辦第一屆的 智慧製造智慧機械軍事獎 我們也拿到智慧製造軍事獎 所以不只是我們國際客戶的肯定 那更重要是政府單位的肯定 那當然我們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最重要是國際客戶的肯定 所以我在去年 然後 英國的勞士來師 他們的副總 來肯過我之後 還特別 牽我過去跟他們去保 那像英 美國的Honeyway 這都是我們的大客戶 很重要的客戶 特別要我跟他們用私信 讓他全球的知行的主管 他推動公司的主管 跟他們做事情的簡單 那我們確實是有很多一些發想 跟很多的 那有部分我也在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們現在就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好了 因為用一個流程來講 來講智慧製造 智慧化的管理智慧機台 就容易了解 像目前的 像這個波音跟Airbus 這個最新的機器 超過50%的經理結構 都是用複合材料 複合材料有什麼好處 它質量很輕 強度很強 第三個很重要 不會扶持 飛機金屬的在空中 這個是我們有飛機的 複合材料的生產製程 從物料 下料 鋁鐵 下料 這基本上我們有兩種 一種叫布 一間布就像我們的衣服 但是當然它是一些探鮮 它是撥籤 還有蜂草 那這個組合成 所以我們會去下料 就像採衣服等等 蜂草有蜂草的切割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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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的下料機 然後我們會去叮叮 製作學生手工叮叮 叮叮完畢的東西 我們會進爐 爐子去烤 有點像做完披薩 進爐去烤 烤完出來以後 就變成連接了 軟軟東西出來 就變硬的東西了 就可以放上飛機 脫模 要把模具脫掉 然後去金屬交通 切有沒有 切那個邊啊 磚孔啊 繞切啊 整形 大家有吃過那個紅豆餅嗎 昨天我在新營 他也吃那個紅豆餅 這樣很好吃 我覺得他邊邊把切漂亮給 價格可能20塊 就變老鼠 他說論完就出來 然後變老鼠這樣 這價格不一樣 我這樣講我就知道 為什麼要切形 我要鑽孔 好 當然他的鑽孔 不是JRA的 好 再來我們要塗膠 因為這複合材料的東西 它是有點像是三層結構 所以繞切完畢 那個要塗膠 封起來 不封起來進了水進去 家裡有那個 現在很多家具都這樣 它會膨脹 不行 就知道塗膠 還要檢驗 這個檢驗都是用非破外信 要超音波檢驗 不然被你這些檢驗就內傷了 對不對 本來沒事做好好的 到第八個製程被你也破壞了 好 最後還要檔 主作 好 這是我們的生產市場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個部分我們怎麼做 所以在最後整個 艾利亞DC的智慧製造這個管理的 我那時候的規劃是這樣 就裡三層式的 雖然我不是寫資訊的 但我有一個資訊給光 所以這就為什麼我後來到資訊處 當資訊處處長的原因 那因為我跟生產單位 工程單位所有單位 語言非常通 我不是純ID給光的 好 那所以這個對我們資訊的同學 當然都很清楚 三層架構這個底層就是資訊 還有相關的一些電子電器的協助 就我們一般叫桿資訊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 你看看我們所有的那個 每個自身所用的機台 整個都不一樣 那在之前我們都全部國產 不是國產化 都是國外的機台 前兩年我有領導用一個計畫 去做國內精密機械的機台 協助他們做國產化 做複合材料的加工機台 那做他們成功器的年底結案 工期 經濟部門還有生態委員都很肯定 那重點就是什麼 因為這些機台都非常非常貴 那精密機械的機台如果金屬的話 是屬於紅海事件 複合材料是藍海事件 複合材料你們做的機台不多 而且很貴 我們像我們德國的 我們有些都買德國的機台 來也要被我們這樣抄一點 他們總經理帶得對 常駐在焊笑 把那機台搞定 那所有機台非常貴 有些機台是上億的 所以好 那我們的意思是說 那就是所以不同的機台 你要去怎麼樣 讓這些機台就整合 就是改製成這個 接下來上億生的時候 這些 這是複合材料 那我們工是還有生產機甲的 還有生產那個白鐵 金屬機工 所以各種不同機台 所以我們上 我們自己電話開發一個叫AISWare 就是這些機台各種資料進來 連結方式過來 我們就用AISWare 例子資料一個整合 這叫網路層 第三層是這個 當然人家看中的是這塊 因為這塊是很多的加工的 製造的輪耗 還有很多很多的創意出來 那這個叫 我全部都 當時圍畫就全部用Web畫 因為Web畫可以誇平台 手機平板 任何都可以做 然後比較好 容易寫 不是容易寫的 不用寫的 容易用 誰都會 不用說 你要寫的電話 還要什麼 等等 全部都Web畫 這個叫應用廠 基本上跟這個三層架構 那這整個 我們這叫AISWare DC 所以所有的系統 那我們現在不只智慧之災 我記得大概一人的時間 就智慧的維修 因為我們現在F16還有運動 那未來要成立亞太維修中心 所有就投入在做維修 智慧維修 我們就出位管理 我們就整個都在上面 所以你看到它好多好多的156 那基本上它F16 這樣的話 我認為一個機台架進來的話 我都很容易 可以把這個機台做監控 可以把這個機台做流程上的一個回饋 等等 大概是這樣蓋的 好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好 那我們就是剛剛也就是整個 愛人意思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來看的是智慧華機台 智慧機台這些我們公司 三大廠區 應該上我們有二十幾個廠 但是分布在台中兩個地方 還有高雄等等 那麼機台都是可以連上來的 在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這些機台的狀況 包括機台的加工狀態 機台的健康狀態 機台的生產狀態等等 那每個機台當然它情況不一樣 因為不同機台不同應用 所要看的顯示的數據不太一樣 好 進一步其實另外一個就是很重要的是 機台的一些妥善力加動力的分析 我們可以除了宏觀的去看每個機台 另外看前部的話 我們還可以看廠區 另外看一個機台機器 可以看它的妥善力加動力 然後另外就是一些運勢度的監控 這等等 那主要的做的大概最重要 然後從作業理教來講 就是這網路的可靠度非常重要 因為好像在做一些作業研究 可能不容易了解 終於就跟智慧師知道怎麼連結 就是幫人幫各位連結一下 那智慧機台做的主要三個 三個P 哪三個 就是遺檢遺防跟遺側 我有什麼問題我能先遺檢 那有什麼錯誤可以先遺防 遺檢 重點就是一件事 您只要讓生產線上或是 他們做排程等等 不要有不可疫情的打機 就做到這一點 這句話好像很簡單 很難做 很辛苦 但是重點就是這句話 這個就是大目標要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這個目標沒有放在心上 你做的就不會切入到重點 所以它重點是 你想盡辦法讓機台不能有不可疫情的故障 因此你就打亂了生產節奏了 那該生產的 然後下游 因為我們會有上下游 你這一 譬如說我做完 我要交給李所長 李所長要再交給院長對不對 我說你出了問題 李所長就在南竿等 今天可能就白來了 你就耗一天 心水慢臉照臉啊對不對 怎麼辦 我不是說你心水照臉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大言則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妥善那個架動力 要去做分析 像這個 好 為什麼我都永遠要秀一個 有兩個機台故障 因為就隨時提了 我們現在這個故障機台 我們會直接傳給我們董事長 壓力看多大 那個總經理每天早上會主持那個戰略會議 然後再戰略一次 幫你下次 我們董事長是 一個禮拜會參加一次而已 但是他要求機台故障 一定要傳給他 這個我們想起來 這不是處長的事 這不是常常事嗎 要不然就知道處長 對不起 所以我們這機台 這馬生應該知道 我們那個 這有故障的話 那個他們就 按個故障的話 他就會叫修 那個為保修的人就要去填一劑什麼時候修好 修好 修好去修好 不然他就掛在身上 好 這個是 好 第二個部分我們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在生產的節奏裡面很重要的是要叫排層 就像我們 每個人都要排層嘛 你還知道今天要去哪裡 明天要放哪裡什麼什麼 那這段時間幹嘛幹嘛等等 排層很重要的生產節奏 因為所有的你看這麼多人 每一站每一站 那就是生產節奏 然後位置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如果我的時程是跟你副所長 跟鄭老師的那個 喜宴長我們之間是糾纏在一起的話 那就複雜了 雅惠 他有時候在 可能要把大家時間湊在一起了 就不容易 好 我們生產一樣 我們有兩百多個專案 兩百多個專案 還有不同的客戶 很多 我現在只是 還有引擎的 這麼多問題是大家是有限產能 就像我們每個人都要14小時 那你怎麼去排 這就大問題了對不對 幫你以前的話 所以我這裡是講的一個叫垂直整合 一個叫水瓶整合 垂直整合的意思是說 我這麼多的專案進來 我怎麼在 重點是什麼 我的牌什麼 身上的牌什麼 另外一個是我的產能 另外一個是物料 就是三個重點 物料能不能及時到 看每個時間 什麼時間你要進什麼零件 什麼時間你要進什麼物料 還有我的產能 要有人做 要有機台可以做 那它是不是ready 還有就是排程 所以排程器搞定這樣 但是所有的專案你看 在進去 所有的欄就在這裡 再來就是排出來以後 所以前公司所有的專案進來 你要進去排 還有另外再來是當廠 我們有不同的廠 有複合材料廠 清除廠 處理廠 什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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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有性產 所有人都是有性產 我們最實際的是要有性產 因為無性產就不對了 無性產你就離開這個白的白的 那你能 你有沒有人都不管 你有沒有機台都不管 那就讓你 我們想念老師在笑 就讓你說你說 你就想辦法給我 下個月給我十一的訂單 就拿出SE的產能出來 說哇塞 我總管偉才三個的 有性產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分到各的廠 要跟進去不同的廠 有不同的排程的手法 就Mestology 那我們複合材料 叫一種叫拉式的排程法 我們這個是以開發的智慧排程 也就是這個熱壓爐 是我們的關鍵產能 這個關鍵產能 我們就以它為中心 就像火車 從來是火車不等人的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 我就說我熱情當中台鐵的 鐵路局的局長 搞不好把這個做得很好 好 因為這個排程就很重要了 我們不是趁時間到就開 時間到就開 不行 知道差距在哪裡嗎 有做過 我來成大 來的時候都還做氣艦車嘛 我們坐鐵 從來看不會去關心 有沒有坐欄 對不對 高鐵不會關心嘛 對不對 好 我們這個就不行了 這個爐子一爐很貴啊 電也很兇 我們要算好 所以我們現在拉式 拉式醫生 我這個火車幾點幾分 四點要開 我就要保證它做完 把工作就要事先都要排好誰要來 好 像呂所長可能住屏東的 可能要求他要提早一個小時出門 陳所長可能就住在永康 看他把我收入找出門 看你們都瞭解嗎 所以我們就想說拉式 事先到 這些人要通通進來 不能說火車不能盪 盪了不行 但是也不能空跑 也不能不做 這就是拉式的一個 好 再來 但是你要去確保這個 那就是要到每一站每一站都要排車 是從這裡的站長到這邊站 所以每站每一站就知道 就有點像是進程要去想念老師那邊 把他載過來 然後陳老師那邊可能要派專車 院長那邊就自我眼裡敢知道派出機了 是假設 他說很重要 不然這個車子可能不能開 好 案件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有明站明站台上 所以是上 中 下 從前公司的到廠到站 這樣 這是要我們自己開畫 所以用這樣一個圈子怎麼 那這樣子整個生產節奏才會一致 要不然你這裡排半天 這一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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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十個 拍八個 拍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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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沒到齊 這裡沒到齊 沒到齊就斷了 因為我在講一個重點 我們複合材料跟那個披薩是一樣 我都用這樣的語言 跟我們的資訊同仁 跟我們的那個生產線同仁 然後解釋 你披薩 海鮮披薩 跟水果披薩可不可以擺在一起 靠 我這樣解釋大家都前幾天 我們有先進就一直搖頭 不行嘛 對不對 披薩哈德絕對不會這麼重 你為什麼要去披薩哈德不去 不能說不去的 其他的披薩店為什麼不去 那是口味的不同 海鮮披薩跟水果披薩放在一起 水果披薩的時候好吃 海鮮披薩一定沒有熟 海鮮披薩熟 水果披薩一定是烤焦 這樣我講你就懂了 好 再來更重要的是 海鮮披薩你要時間算準 我記得我們院長那麼重要的人 如果時間要算好 他車子來 剛好3點59分上子 鋼鐵剛剛好 他多舒服 我只把時間算不好 讓他進來等半個小時 那我就被砍頭了 院長會被砍得頭 不會吧 我們會喔 所以海鮮披薩還是一樣 我們那個膠 復活材料的膠是很重要的 它有受限 你做好放太久 或是拿出來太久沒有做 或是壞掉 如果你還繼續把它做下去 那就完蛋了 上了飛機出問題了 那你就撇不完了嗎 OK 海鮮披薩我這樣講的 你拿出來以後 沒有趕快做 做完沒有趕快考的話 你要算好時間的話 那海鮮披薩就會有味道 或是口味就不同了 在座可能很多很 有飲食很講究 你吃得出來 我老婆就很厲害 他吃得出來 我都可以 他很好吃 他說 嗯 今天不太一樣 好 那再來是我們一個 這支槌子 那水瓶整合就是說 我從物料下料一直到最後 泡泡泡泡出去 那我這個水瓶的嘛 要去做監控回饋 我沒講監控沒有回饋的話 那就很難 很難去掌握這些節奏 大概用這兩點的部分 好 垂直跟著 再來我現在意思是 跟各位再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的排場 就是我們的大腦指揮 你整個你的一個生產的節奏 然後透過這些生產流線的監控 就像他們的點接熬頭鼻子 去做一些監控跟回饋 那另外我們的鎖腳 我們就搞住像這種 自動導引的搬運車 還有一些協同司機手臂 去搬運物料 那另外我們裝一些RID 去監控我們的進出爐的時間 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垂直跟一下分離的水平 那另外一個資訊流 物料流 來整合 還有加速跟製造流 大概這重要的三個流 好 那我講智慧台程 所以我剛剛這裡大概幾次多了 我就不再讀 都說了 所以你看這些黃色 就是這個都是有 什麼時間點要READY 所以還有物料的時間 這些教料等等 我們都會掌控時間點 他們說得很清楚 哪些要趕快做 什麼時候要做 像這個是金屬加工 其實你加工就比較是推式的 所以其實金屬加工你會看到 比較沒有那些紅色的 所以做復活材料是比較緊張的 就相當於是 這是另外一個 像我們機甲的 我剛剛講那個生產線上的監控 那我們像機甲 發動機的機甲的做法又不太一樣 跟我們復活材料又不一樣 我是不是跟各位分享 所以也就是在做的時候 你要在 他們關鍵點是在哪裡 你要掌控的關鍵點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會牽制到你規劃 還有你要去監控的東西 所以你只能去排斥生產的瓶檢 會是一個生產流線上很重要 就是排除那個瓶檢 你們很快速的警示 然後很快速去做排場 排除瓶問題 然後調整下料 調整優先是 你看到貨面哪裡有些瓶檢 你前面可能就要做管控了 你快再往下一斤了 那這個就要趕快去處理 不處理了 下熱就整了 那我們還會去監控這些機台 譬如說這個工作均 總共有九個機台 哪個機台有些什麼狀況 哪個機台性能不好 一起做一些調配 它的還有一些儀表板 然後當然相關的一些數據 圖跟數據 真的 好 我稍微加快一點點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做 整個產線上 複合材料也是複合材料呈現上 我們要在 我們有所謂的前製程跟後製程 複合材料的話 我們以熱壓乳乘化 因為乘化出來就是變零件的 烤出來以後變成可吃的衣服 在之前也是材料 所以我們叫前製程 那我們用這個來搬送這些零件 物料物料 這個是後面零件 零件我們用拿的 拉式的 再拉 零件產品用拿的 前製程你看他會激受別人 他會 依照開程的時間他會去瘦 然後以前那位人的話 會有很多的一個部分的問題 譬如說這個人 沒有Ready 這個人剛剛請教 這個人去上廁所 所以可能一天只能拍兩次 還什麼 還有一個問題 上班以後 他再去領料或者再去瘦療 但是這種用這種自動搬運最大好 六點半他就在送 所以人打的時候 東西你在這裡 你要不要開始做 在那之前都可能 八點上班了 哇 東西都會沒有來啊 你怎麼沒開始做 東西都會沒有來啊 哇 今天誰請教 那只好繼續領 那一堆人跑去領料 那來又回就浪費時間 這個就是這種範疇 然後再來是 他是路線就一直在跑 他就不用等他十點才送一班 什麼十二點才去 人才去送 OK 好 我當然講了 講這樣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因為各位都會非常Smart 我就多多說 這裡上面就是 基本上他會 會跟幾個東西系統的 資訊流的一個整合 你要排層系統去指揮 但是另外你要一個 這個派車系統 控車系統 然後去做 那派車本身也有一個排層 那這個是整個廠的排層 那這個廠當然延至於公司吧 那到這個廠 那這廠的話 那再來是這個AGB的排層 GDGV的卡 然後再去控車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腳步 好 接下來我講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裡面剛剛講的那個生產的 復合材料生產最後一個叫組裝 那組裝的話 還有一個是在加工過程 前面成化出來的 好 那我們來介紹這些裝口 那我們怎麼樣 怎麼樣去避免 避防錯誤 避防故障 那你就是先模擬嘛 寫的程式 我先模擬 我要組裝 我先模擬 那模擬最大好吃是什麼 它是一個很大的教育 信念 而且我們新人進滿多 我們去年 因為高教肌去年跟前兩人 他進了一千三百多人 那怎麼這麼多人親人 哇塞 這個 所以這個 這時候的這些知識經驗 把它 知識把它變成智慧化 之後把它系統化就很重要 只有系統化才會讓這些人 傳承的比較容易 在這組裝 各位說家計 有買過DIY家計回來的 如果你不看收銀術品商的裝完 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裝的液體醜了 你會再拆掉 飛機這個是不能這樣拆跟裝的 不能拆跟做 因為那個 曾經有一個 有一類比較早的 就是因為螺...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各位如果YouTuber去試試 有一個叫飛機的失事 就是因為有一個螺酸 它鑽的尺...那個螺酸的尺寸不一樣 也就是它變成是有種扣孔現象 扣孔就是它沒有剛好板子上膩 因為我們都算濕的 濕的是0.001 那叫濕啊 條是0... 好 那個要完全移耳 沒有完全移耳 它在空中上 它會躲 都會動動動動 動到這個螺絲就掉出來 那掉出來 會怎樣 我覺得小的 車子 掉了五根螺絲也沒關係 你再開開開 輪子...我看過輪子掉了 好像還在跑 掉一個輪子 我上次也一次開車 前面那個有一個卡汁 一個輪子就跑出來 喔...在那邊跑 那個... 各位看YouTube 還有一個是 輪子還會跑回去 剛好 好... 那個是巧的 好... 我們不行 我們不能說 裝不對的再把它拆起來 你被你這個拆裝好就完蛋了 這就報廢了吧 OK好... 所以這個的組裝孔的順序就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本身的重要性 你是知道 我想各位就看都懂 我先裝什麼 再裝什麼 好... 這大家是... 所以可以承襲從設計製造一直到組裝 然後到維修 好... 再來我就很快速的進入說機器索幣的應用 那機器索幣我們可以應用在像這些造缺裝孔 一台機器索幣可能就四五百萬嘛 那你代表做一些這些整合你看 但是我們的造缺那個幾台 一台是要四五千萬 所以用機器索幣來做工 那有些做工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人工 但人工... 你看這個複合材料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那個... 你看... 這些纖維是... 對人體是不好的 所以你會看它們是戴N95口罩 大毛都是穿這個 那這個用機器索幣蠻好的 那另外複合材料又很重要是在大毛 因為裡面...它是一層層的 另外就是它... 有點像是那個千層派 千層派裡面有沒有太用力 一捏就睡了 睡一堆對不對 那... 飛機的這個東西是不能讓你在壓 你壓壞了對不對 內傷人不知道 那所以這個我們就理解 人...人在打磨就很辛苦 因為那個那麼大 波音的話它們人是吊著 然後你這樣... 就會這樣... 所以這一部分當然就是 國外相伯人們來看說 哇!你們這樣做 他們說我們也要這樣做 好! 那所以基本上是整個所謂的 我們生產一個叫智慧製造的重點 就是機台的智慧化 另外是智慧化的管理 所以我們會根據不同的製程 根據它的不同的應用 我們會做不同的智慧化 物料的這對怎麼世界化的管理 我就不再一一解釋 那這些 還有一些生產型態的改變 原來是用金屬... 用機台加工 原來要用燃機磚孔 還有用一些量測很貴的 一億的那種量測 所以我們現在用一些機所幣 磚孔完畢就馬上做量測 好! 是重... 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智慧化的部分 著重會在... 每個沒根據它的需求 根據它的重要性 那智慧管理的話重點就是 我那時候還是設定三個 怎麼樣自主管理 我做這個機台的人 我做這件事 他自己管理 自己管理的意思是說 我跟別人比 然後有一些儀表板告訴你說 每個工作的東西都告訴你 你的體質如何 你的教育如何成本 你就知道說 我教育好像有點delay 所以我這裡要加油自主管理 異常管理是 你就做一個主管 你只要去管這個工作的東西 有紅的地方就好 你不用每個地方每個每個問啊對不對 鄭老師你今天如何啊 不用啊 你只要發覺今天好像無天聖有點問題 關切就好了 重點管理 類似一樣的道理 好!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智慧化 那我們這很重要就是 你可以把這些智慧化的數據、圖表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它很重要就是 都會向來看問題 都會向來想方法 你會只針對一個問題 你會只針對一個問題 如果像這個 你一直K說 鄭老師 你為什麼那個 電影誤會都不來看 他說 因為我又是護著萬紅的 又是護著漢險 又護著 嗯 想辦法要給我 幾個薄荷的人幫我分擔 這就慘了嘛 這樣你就不會看到說 為什麼它有紅的 你在同時看 這裡要遇到多少 這裡可能有紅的會影響到它 我再來是這樣解釋 因為可能蠻多東西 但是可能時間快到了 我做AI很快的 就是我目前以公司來講 智慧製造、智慧維修會推導到AI 那就是說我們也有找過很多的數據 這些都是我們保障 怎麼樣上面這些數據來做 在智慧製造再做一個價值提升 那其實就是底下這個啦 你怎麼數據的整合 是工業、物聯網很重要的嗎 那智慧製造是在智信的應用 那工業AI其實就是很多的知識傳產 因為你要把很多知識透過人工智慧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系統化 這是最好的知識傳產 那最重要就是智慧價值 好 我跳快一點好了 三個關鍵 需求行見很重要 大家因為上人工智慧很多可能去上 上了以後你會知道了 你的需求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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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蒙血的信念 不斷地信念它 好 我快速的 這是鄭老師的啦 這個是我一直很看重的 所以有求很高的 因為我們發動機這個機甲一個 那個廠那個零件 一個零件最便宜的一百多萬 但是很少 都是最中間價三百多萬的很多 鄭老師長期知道嗎 第三個都是 他交貨的 禮拜五會有很多 那最貴的五百多萬 五百多萬 所以能不能化一個 你就曉得為什麼他要求 弄壞一個一輛賓士車就去了 我們公司開了下 那就要處長 或是那個廠長就要被掛 那個故事我就不再說了 再說太長了 AOI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些組裝的等等 因為孔 這個孔位很多 鄭老師知道 我們現在有些192個孔 有些200多個孔 那頭一個一個去檢驗 也是要人工檢驗 那你禮拜五要交貨的時候 禮拜五要交貨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今天要處幾個 現在你要精準 你先不知道的話 你要到底留兩個 還留三個人 那就有時候留 那你數鈔票都會數個三百張 你數看看 有時候都忘了對不對 數到一半 想到明天要 那你可能一下子要 那孔了 你會不會跳過 有可能跳過 那機器手臂來做 這種AOI最大好處 我想是電子A 大概有很多的 它就很乖乖的 一個孔一個孔來炸 一個孔也不會跑掉 人的話 你就知道 有時候它可能會跳幾個孔 那就那麼巧 那幾個孔出問題 這個各位了解 好 那這個我是說 像這個 我們這麼多的要 透過顏色管理等等 還有這些受限等等 還有重量 數量 這個很重要 透過這些 所以智慧化管理最大好處是 它衍生了很多的價值 效益跟價值的益用 我們可以去算這一堵 多少個數量 多少個重量 紀錄每 幾點幾分級 幾點幾分出來 每個零件的情況 數據很完整 然後這個也是提供給客戶 非常非常好的有說服力 所以我們班子像那個場 為什麼班子會接不完 因為這些給客戶就會很放心 然後你的環境有監控 你這些數據都有 他就放心 好 那再來是一些AI的應用的 提議熱壓爐真是很關鍵 所以我們會做哪些 我用快速去講 我不講內 DETA的部分 這個熱壓爐本身很 构成要素是加熱氣的 還有風扇馬達啦 還有液壓胖 水壓氣壓等等 好 這些東西我們現在監控 因為這才能確保他的健康 確保他能成化過程 8個小時 12個小時不會出問題 成化一半出問題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另外製作 我們有裝了一些 就有線等等 我們有建那個AI的model 然後我們去監控 再成化過程 這是recipe 然後他如果有異常情況 要飄了 我們就趕快去做處理 是可以救的 新年就救了兩爐 救兩爐 意思是說那兩爐沒有發揮 那之後這些數據出來 我們可以在熱流廠分析嗎 他很多學工程的 這我們就可以知道 後期要怎麼優化安排 好 那這個是另外AI的應用 就是機器手臂的AI的精度補償 像一般你看 機器手臂的精度一般 大概是2mm到10mm等等 但是我們ROBA應該要求是要正負0.3 我們協助一家 國內的可以做到0.25 但我們透過AI可以做到你看 0.06到0.16 用AI 那以前要靠過老師傅 還透過一些人工的交代 可以做到0.25 但是用AI 那這個就視頻關係可能沒辦法多 另外NC城市的優化 特別我們現在蠻多年輕人 那也沒有那麼多資深人 資深一直在退了 好 那寫的NC城市 大家都知道寫的NC城市 老師最辛苦的每個人都要改 都要開對不對 好 那你可能看 林總的城市一般都寫得比較好 不用開 跳過 好 我們NC城市 我們用AI寫一個叫系統的 這一個AI溝化系統 特別我們所見開花 會做系統的評分 好 那這個就參數溝化系統架構 不好建立它哪有哪有改 這樣一個系統 不然無天聖只有一個對不對 怎麼可能看那麼多城市 沒有時間看就出問題了 你看 那我們的公詞 這個有專家在協助經濟 還有多資經濟 才能提升22.8 這用AI一做就要14.94 這公詞不能讓各位知道 這是報價賺錢的事情 好 你看 各位看到AI的重點 所以大陸高中都在上AI了 我小孩子大意會叫他看書 就看一下把那兩本書看完 好 那已經是我們很重要的工具 所有在座的年輕人 包括我 不是我年輕人 我是說我們都要看AI寫AI 好 那這個是最後很快是講一下 其實AI的應用在我們什麼行態 所有自從從找設計分析一直到一路到維修 通通應用得上 就看你們的想法 就看你們有沒有用 好 最後我就很快速 最後一頁了 在企業界一樣 我想在 絕對不能做鐵樹 鐵樹不開花 不可能使得 半年不開花 您總知道嗎 您就準備走路了 鐵樹不開花 不如做檀花 一線就沒了 你要像蘭花 提醒你 要有含包帶放的油在開花 至少要開個四個月對不對 檀花一個晚上就不見了 鐵樹十人 好 AI的應用智慧之上一樣 你要讓它一直一直 好 善用AI的說法很強強 這是一個重要 那就是這裡講的 在我們專業上 你有很多問題可以去解決的 挑關鍵線 什麼時候有效率 但是你還是想AI 可以做的 只有這兩者出來 那你善用的你的數據 工具也要善用應用 軸動要應用 那麼多工具 你要挑一個適合的應用的 這樣的效率 那要蹲點 正老師就在蹲點 蹲得四人 在蹲點才會變成一個跨年力的人才 這大概是最後 我想跟各位分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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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